我是实在不想再等了 一次性买了六包 有朋友问我 养花用羊分好不好 您看我买这么多就知道了 Hello大家好 我是佛山二花匠 还记不记得去年九月份的时候 我跟大家聊了很久 那个羊分的问题 结果大家都开始购买这个羊分的时候 就发现 我们网上能买的 买到了那个好的羊分 它居然挺惨的 结果很多朋友都说 买不到 还好我在它停产之前 家里已经备了五六包 所以整个秋天 打底肥就不再担心植物不够底肥了 那怎么办呢 还有没有其他的东西 其他的羊分可以代替 我找了大半年 没找到好的 还好的就是 这个东西 从四月份三月底的时候 又恢复了正常的生长 我呢 赶紧买了六大包 现在发酵 秋天的时候呢 刚刚好就可以拿来做底肥了 老实说 有朋友问我 羊分养花好不好 我告诉您说 懂得正确的方法呢 羊分养花就是好的 如果不懂得正确方法呢 那么羊分养花呢 就是一个灾难 我去年呢 就做了一个措施 我把一批的草莓苗呢 用了一些没有经过二次发酵的羊分呢 去养 结果呢 那一整批的草莓苗呢 差不多有100颗 全均覆没 为什么 其实跟羊分呢 没有太大的关系 它主要是羊分的那个发酵的过程中呢 很容易有那个金硅脂 在里面去残暖 残暖了之后呢 然后呢 它就可以在夸盆里面重新孵化出来 然后您会发现 那个小虫呢 就在淋夸盆里面 在草莓夸盆里面 大量的繁衍起来 所以我们在网上买那个羊分的时候呢 无论是这种羊分蛋 还是羊分的粉末 大家记住 买回来之后呢 一定要经过二次发酵 我经常在网上看那些专业人士啊 去拍那些视频 他告诉我说 这个羊分呢 不用理 直接放在花盆里面 植物就能吸收了 我曾经一段时间呢 也傻傻地做了这个实验 我把一部分的羊分蛋呢 直接撒在花盆表面 结果呢 问题超级多 无论是蟑螂 蚂蚁 还是那些小飞虫 金龟子 都会很容易被吸引过来 包括苍蝇 烦不胜烦 所以呢 羊分蛋 是绝对不能 直接撒在花盆表面的 另外呢 放在花盆底下 就是没有经过二次发酵的情况下呢 放在花盆底下 只有秋天的时候可以 夏天是不行的 春天呢 除非是早春的时候 比如一二月的时候 还勉勉强强 但是如果等到 像现在四月份呢 就不行了 因为温度涨上来了 二十度以上呢 这个羊分呢 在花盆底下呢 是会形成二次发酵的 而二次发酵呢 基本温度都在三十到五十度之间 你想您的植物能承受这么高的五十度的发酵温度吗 估计没什么植物收得了 怎样二次发酵 首先我们把那个袋子剪开一半 剪一半就行了 不要剪太多 太多呢 还是容易招虫者 然后我们检查一下这个羊分档 老实说前段时间 我老婆还笑我 买一辈子网购 第一次看到人网购粪 而且是羊分 那喜欢粪来养花 为什么不直接用人粪呢 其实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 我也不懂 你看这个羊分 上面呢 有很多这个植物的纤维 竹感等等这些 其实怎么判断一个羊分好不好呢 有个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看这个羊分里面 有没有羊毛 如果有羊毛呢 就是真羊分了 为什么 因为你羊分拉的时候 自然可以随着羊 总会断上一些 一些那个羊毛在那里吧 是不是 还有很多纤维 然后闻上去呢 没有一股很浓烈的肥料的味道 这个闻上去呢 就是如果一个是简简单单的 发酵的土的味道了 掰开一颗来看一下 这一颗是看上去 没有完全发酵好的 掰开来看一下 裂粪 你看 裂开之后呢 里面还是有很多纤维啊 等等这些东西的 这些东西呢 在你的垮盆里面 还是真的可以清晨二次发酵 你看 能轻松的剥开 这就是羊分嘛 来想要快速的二次发酵羊分呢 其实方法还是有的 如果正常来说 我们在家直接堆积堆肥的形式发酵 这个羊分呢 基本上需要三个月 甚至半年左右的时间 但是想要快速的发酵呢 我们就需要准备一些 八二年的拉菲 比如一些老的细菌 像这个呢 1M菌您可以用原液 也可以用稀释好的一个溶液 也可以 另外呢 准备一些红糖 还有呢 有条件准备一包一点点的矿源矿果酸甲 这个就是为羊那个细菌提供一个更好的生存环境 另外呢 红糖也是为细菌提供生存环境的 生存环境好之后呢 细菌才会大量快速的繁衍起来 繁衍起来之后呢 它才会迅速的帮助这个羊分进行分解发酵 然后呢 我们只需要第一步 先把这个矿源矿果酸甲 倒一部分到这个盆里面 我这一包矿源矿果酸甲呢 被那个小猫给捉破了 我们只需要准备两到三勺子 要的量就可以了 不需要很多 当然量大一点也问题不大 调皮的小猫 换源矿果酸甲 你看这里还有猫的毛 这小结果太调皮了 加完这个之后呢 就可以加入这个盐菌原液 没有这个盐菌原液 可以用酵母菌 就做面包了 酸辣也可以 加大概是两到三瓶盖 最后加入红糖 然后足够的清水就可以了 一般水呢 我们的羊分是酒精 水呢 我们大概是用一斤左右水就够了 搅拌好的发酵液可以直接倒进去 这个袋子呢 它拥有一个不错的密封性能 但是呢 你也是建议大家 少量多次的加油 能有条件把它倒出来 搅拌均匀呢 那就更好 我呢 比较省事 比较懒惰 直接把它全部倒进去 倒进去之后呢 找个工具 找个风口袋也好 什么东西也好 把它彻底的绑紧 水不能太多啊 不能把它泡着 好了 下面有点漏了 因为那个 有一部分的羊分没有吸收到 绑紧之后呢 赶紧把它翻滚 你看 马上有点漏出来了 这样的方法呢 比较省事 但是呢 效果会差很多 让它全部吸收 每一颗羊分都吸收 其实一斤的水呢 这是还是不够的 但是呢 也差不多了 那你全部搞定了之后呢 就可以把它绑紧 放在家里通风阴凉 避开阳光直射的位置 比如我 比如我这里 这里呢 是发酵那个 咖啡渣的地方 下面是咖啡渣 然后在下面呢 放了一个 拖盘 一个泡沫箱板 然后呢 把它盛住 就放在这里 让它这样静静的发酵 一般情况 一个月到两个月 就基本上完成了 在这个半密闭的袋子里面 有了充足的水分 以及细菌之后呢 这个羊分呢 就会进入一个快速的 二次发酵阶段 由于这个羊分呢 本来就经过了发酵 所以它二次发酵呢 升温的速度可以说是非常快 只要你的红糖 以及细菌都很活跃的话 您会发现呢 肥料一很快 你摸上去 就会摸到一股 温温热的温度 这是正常的 正常来说 羊分经过 在二次发酵的时候 有可能会去到 四五十度 这是很正常一个事情 但是经过这样 高温的增煮之后呢 里面呢 什么虫暖的细菌 都会大范围的消失 您会发现呢 到时候再使用的时候呢 我们就不需要担心虫子的问题 给大家看一包 我已经发酵好的羊分 来大家看 这里就有一包 被我用了差不多的羊分 其实已经用的差不多了 前段时间种那个 樱桃的时候呢 以及很多果树的时候呢 用掉了很多这个羊分 你看 这个就是经过二次发酵之后的 二次发酵之后的羊分呢 有一部分呢 会溶解掉 然后变成这种坨状 一大坨 然后还有一部分呢 还勉强地保持着它的颗粒状 四月份呢 是发酵羊分 一个最好的一个时间 因为现在发酵呢 等到五月份的时候呢 它刚刚好升到了最极致的温度 那个时候 天气的温度也刚好到位 所以您会发现呢 那个羊分更快 更完美的被腐蚀掉 而里面的细菌以及虫卵呢 也可以更好的去消灭掉 再拿去养花的时候呢 就不用担心 烧苗啊 细菌啊 虫子啊 烂根啊 等等这些问题 而唯一有的就是营养啊 腐质制啊 等等这些好的东西 养花用羊分 一定要懂得正确的方法 要不呢 就都是治上睡了 好了 今天罗嗦到这里 我是佛沙 好 这样感谢大家 拜拜